阿太正在给病人检查牙齿 奇怪的是没有冲牙也没有牙医红肿 但是轻轻一碰就疼痛难耐 他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症状 无奈只能让病人先行离开 没多久他发现一个奇怪现象 水池中莫名出现透明状小虫 想也没想就把盖子捞了出来 看着眼前的虫子浑身发毛 赶紧随手扔了 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什么 快速来到电脑前查看果真如此 病人的牙齿根部被无数小虫寄生 不解的他前来寻找院长帮助 院长看了也是一头雾水 从没见过如此情况 于是提议他去图书馆看看 说不定能找到有用的记载 果然一种名为齿虫的生物赫然出现 而齿虫通常寄生在牙齿周边 且会在宿主的牙齿附近缠乱 并迅速转移到器官和大脑 使人丧尸理智变成丧尸 据记载齿虫已940年的时候已经灭绝 不知为何出现在现今社会 几小时候病人忍无可忍又来检查 阿太全副武装从牙齿周边取出齿虫 这让他双手止不住颤抖 因为他已经知晓齿虫的厉害 可是为时已晚 齿虫还是转移到了脑部 昏违诡异的是病人脸色发白 已经失去理智 突然对着阿太就是一顿私咬 在护士的帮助下终于将两人分开 哪知病人竟然转移目标 美丽的故事也命丧于此 已经变成一只人见人爱的小可爱 阿太也好不到哪去 无数齿虫已经迅速侵占大脑 这让他无力回天摊坐在地 伴随着痛苦的哀嚎和动感的舞步 用一只小可爱即将诞生 跟着镜头缓缓移动 忽然